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是小甜阿血的》 与爱第二百二十二集,被爱笼罩的人生 京都 老陆几乎彻底未眠 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 把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回顾一遍 他和下长青多年的好友 熟悉他的秉性,不会像别人一样仗着自己有钱了就想养个年轻女孩子做情人 甚至是老婆,尤其是在明知他是路易妻子的情况下 可他和今夏之间的确太反常了 反常到让他都一时间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了老陆心里 他急急忙忙起身 从角落里翻出今夏的资料 当时得知路易身边有个女孩子的时候 老陆叫张助理去查过今夏 从小到大,能查到的信息全部在这个厚厚的档案袋里 老陆拿出今夏儿时的那张照片 又从相簿里翻出一张夏长青年轻时候的相片 凉凉摆在一起,他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长大后的今夏更像母亲 而小时候的他,眉眼,轮廓,都像极了夏长青 老陆的眉头瞬间拧起 自他认识夏长青时,他对妻子和儿子的深情就无人不知 妻子顽固的十多年里,他从不尽女色 无论对方是怎样的漂亮,温柔,大方 他统统给予最礼貌,疏离的距离 他一直以为 他和自己一样 却不料,他还有这样的一段风流往事 可 今夏似乎比夏哲要大上几岁 莫不是 老陆有些坐不住了 他起身来回夺着步子 反复思考着这些事情的可能性 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却又不敢肯定 朱爷打电话来催老陆去机场时 老陆才忽然反应过来 他们是时候该出发了 老陆深吸一口气挂断了朱爷的电话 简单收拾好行李 让张助理送自己去机场 路上 他叮嘱张助理最近一段时间 暂时停下和夏时那个新的合作方案 他猜想着 依着惊吓那决绝的态度 如果他们真是他猜想的那层关系 恐怕他不会希望他们之间再有往来 他不能因为一个项目 断了儿媳妇的生路 飞机滑行着起飞 老陆慢慢合了眼 将一切丢在脑后 窗外的日头生了又鞋 原妈妈坐在客厅里 膝盖上摊着一本他正在看的小说 眼神却空洞地 不知道看向了哪里 他心里隐约有些不太踏实 昨晚 他意外地没有收到路易的视频 也没有他的消息 他习惯了每天收路易的消息 来了解女儿的情况 一时间没有了 恍惚着总像是少了什么 抬头看一眼时间 又到了下午六点 天色已经漠如深夜 原妈妈看了一眼茶几上的手机 犹豫着要不要主动给路易发一条消息 问问女儿的情况 他伸了伸手 又缩了回来 万一 他们这两天是在忙着 他这条消息会不会显得很不妥贴 犹豫了好一会儿 原妈妈终究也没有去拿手机 家门忽然被人敲响 三声 不疾不徐 不轻不重 原妈妈有些疑惑 这个时间不应该有客人来 隔着猫眼 他往外看 走廊里半明半暗的光线下 惊吓得一双眼红彤彤的 小半张脸埋进大衣里 看上去楚楚可怜的模样 像是受了什么委屈 原妈妈毫不犹豫地拉开门 把惊吓拽进屋里仔细打亮着她的脸 确实是哭过了 一双眼睛通红这种的 跟两个小核桃似的 路易欺负你了 原妈妈下意识地问出口 她是自己回来的 身后并没有路易的身影 为人母的第一反应就是女儿在婆家受了气 惊吓摇头 她刚刚已经努力整理了自己的情绪 但眼睛红肿是不争的事实 她去搬东西了 我们准备了年货 原妈妈有些不相信惊吓的话 盯着她的一双眼看了又看 惊吓将房门虚眼上 握着妈妈的手拉着她回客厅 我公公和朋友约了出国玩去了 让我们两个回来跟你一起过年 昨天晚上参加完酒会之后 就连夜收拾了行李 一路上都没睡着 眼睛就变成这样了 一会儿你看看路易的眼睛 也是通红的 还好 路易在酒会上喝了些酒 加上一碗没睡 眼睛也是通红的 原妈妈不大相信 可路易的秉性 的确也不像是一个会欺负惊吓的人 房门被人轻轻拉开 路易和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前后搅得进来 两人怀里都抱了一大堆的年货 各种箱子摆了满满的一地 你先回去吧 车给我留下 过完年了我自己 开车回去 你到时间直接回去报到就到 路易从兜里摸出一个红包递过来给司机 送他出门 原妈妈留神看了一眼路易的眼睛 的确也是通红的 心里略略放心了一些 可惊吓地解释 他仍旧不信 妈 路易关了门 回身和原妈妈打招呼 此时的他 退去了刚刚和司机说话时的姿态 添了几分温和恭敬 原妈妈浅浅回他一笑 直指门边的鞋柜 里面给你准备了新的拖鞋 顺便把这丫头的也拿过来 一进门也没个规矩 穿着鞋就往我沙发上跑 路易应了一声 弯腰拿出一对崭新的拖鞋 两双一模一样的拖鞋 一大一小 一双男式的 一双女式的 大红的颜色 鞋面上带着卡通新婚小娃娃的图案 两双鞋摆在一起 就是一对新婚小夫妻的模样 路易弯起嘴角 换了鞋 拿了另外一双 过来替金夏拖鞋 金夏理所应当地 由着路易替他换鞋 压根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模样 妈 我想吃你的鸡汤小馄饨 金夏别嘴 挽着圆妈妈的手臂撒娇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妈妈怕他营养跟不上 每个月都会定期 给他吃鸡汤小馄饨 那个时候 鲜嫩的三鲜小馄饨 配着鸡汤和一只小鸡腿 是他儿时最渴望的美食 也是他记忆里 最好的时光 圆妈妈笑着戳他脑门 一回来 就知道这是妈妈 他嘴上如此说着 却并不气恼 当下起身 往厨房走 金夏笑嘻嘻地跟在他身后 像只小馋猫 在等着主人的头位 看着母女俩像是没事人一样 路易心底提着的气松了松 还好他们谁也不曾真正去计较过什么 我会议认为 我会议认为